在慢性肾病这一方面 自己已经有十年的病史了 他这种情况还有希望彻底的治愈吗 按照肾脏病的自然进展来说 肾脏功能是每年下降可能10%到5%到7% 一般不会超过10% 如果他从发病到现在可能损伤50%到70%以上 也就肌肝有可能上升了 不知道我推断的对不对 这样的话只要肾脏细胞没有完全坏死 肾脏还是可以逆转 还要重新评估全面评估 看他肾脏是否存在免疫炎症反应 如果存在是可以逆转的 如果已经完全的硬化纤维化 就是半分化整个肾脏已经半分化了 那这样的逆转的机会就不太大了 这比较小了 所以还需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判断他的变性 判断他的变性